国阶地区的冲突已经持续了数月,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。 在中方的斡旋下,缅军方与缅北三兄弟联盟达成了临时停火协议。 但是,这场协议是否真的有效?冲突双方的真实意图是什么? 大家好,这里是纵观史书。 国阶老街的局势非常诡异,同盟军与缅军临时停火,即使见面了也不会打。 而老街的电诈武装民团也是各怀鬼胎,一部分逃跑了,一部分直接向同盟军投降了。 只剩下白家和魏家的核心民团部队在阻击同盟军接管老街。 据国阶老街的一位重要干部透露。 白索成通过潜伏在刘家内部的内鬼,提前截获了一封刘阿宝写给国阶同盟军彭德仁的投降信。 刘阿宝希望得到中方和同盟军的宽恕,并要求同盟军保护他和他的家人的安全。 他愿意提供两亿人民币和白索成的首级作为投名状。 如果同盟军同意他的条件,刘家控制的民团武装便可以内部启示。 配合同盟军消灭白家和魏家的武装民团。 很可惜,刘阿宝的意图被白索成提前知道了,因此白索成决定先下手为强,直接派人去消灭刘阿宝,幸运的是。 刘阿宝本人逃过了这次袭击,目前白家刘家的民团正在对峙,谁也奈何不了谁,为什么两家没有大打出手。 白索成和刘阿宝相比之下,同盟军更加憎恨白索成这个果敢叛徒。 刘阿宝此前不过是一个商人,缅军入主老街后,他投靠了过去,被缅军扶持起来的。 不过,他也参与了电诈活动,因此背着通缉令的,凡是背着通缉令的人,同盟军都得交给中方处理的。 所以,同盟军很难满足刘阿宝的投降条件。 不过,不管是白家还是伟家、刘家,最终都会被同盟军一锅端。 一个都跑不掉的,老街已经被同盟军围得跟铁桶一样。 据此媒体报道,果敢同盟军在12月14日攻占了杨龙寨,这是白索成等四大家族的重要据点之一。 果敢同盟军随后继续向老街方向推进,声称要活捉白索成等被中方通缉的人员。 这表明,果敢同盟军并没有完全遵守停火协议,而是想趁机消灭对手,夺取果敢地区的控制权。 他们的主要目标仍是施压和威慑老街的守军,以迫使更多的守军投降。 同时,果敢同盟军的两大友军也在外围战场取得了连续胜利。 在外围,德昂民族军经过六天的激战,夺取了南桑镇免军101师所属的所有据点。 他们击毙了60余名免军士兵,俘虏了30多人,并缴获了大量武器和装备。 其中包括了缅军第258部兵营一名忠孝在内的15名军官被击毙或俘虏。 缅军方对果敢同盟军的进攻并不坐视不理,而是采取了强硬的反击措施。 据缅甸中文网官方账号报道,缅军方在15日对果敢同盟军占领的105码边茂区进行了炮击和空袭,造成了一定的损失。 同时,缅军方也对缅北其他地区的反政府武装进行了打击,例如,缅甸德昂民族解放军在15日攻占了南散镇后,也遭到了缅军方的炮火和空袭。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,临时停火协议并没有真正实现冲突的停止,而是存在着很多的漏洞和隐患。 首先,停火协议的签署方只有缅军方和缅北三兄弟联盟,而没有包括果敢同盟军,这就导致了果敢同盟军的不满和不服从。 其次,停火协议的内容和细节并没有公开,也没有明确的监督和执行机制。 这就给了冲突双方钻空子的机会,最后,停火协议的期限也不清楚,也没有规定后续的和谈安排,这就使得停火协议的效力和可持续性受到了质疑。 国敢同盟军在冲突中并没有忘记对外宣传和对内救援,国敢同盟军在16日派出了工作组,前往125马难民营,向难民发放了大米,并传达了组织有序疏散和劝反的决定。 国敢同盟军还宣传了自己的纪律和目标,提醒缅族人员避开老街地区的冲突。 这些举动既是为了稳定国敢地区的局势,也是为了提高国敢同盟军的声誉和支持率。 缅北的冲突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,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。 缅北地区是缅甸的少数民族聚居区,有着复杂的民族和宗教问题。 缅北的反政府武装长期以来都在争取自治权和保护自己的利益。 与缅军方发生了多次的冲突,果敢同盟军是缅北最强大的反政府武装之一。 它早在2023年6月就开始筹备1027飓风行动,并在2022年初组建了611旅,学习和使用无人机等新技术。 果敢同盟军的目标是打破白索城等四大家族的垄断,建立一个更加民主和公正的果敢地区。 白索城等10人是中方悬赏通缉的人员,他们涉嫌参与了2017年10月在果敢地区发生的暴力袭击事件造成了中方人员的伤亡。 白索城等人目前被困在老街,面临着两难的选择。 一方面,果敢同盟军不接受他们的投降,而是要求活捉他们,这就使得他们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。 另一方面,缅军方虽然与缅北三兄弟联盟签署了停火协议,但是协议中是否包含了移交被通缉人员的条款。 还不得而知,即使缅军方愿意移交,他们也可能面临着中方的司法追究,中方一直在积极地调解缅北的冲突,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缅北地区的问题。 在木解方向的成功进攻,成为战局中的又一重要变数,果敢同盟军在这一方向的胜利,使得缅军在这一关键战略点节节败退,木解是一座重要的贸易口岸。 夺取这一城市不仅意味着对军事上的胜利,更代表着对财政和资源的掌控。 果敢同盟军通过夺取木解,实现了对缅军陆地补给线的完全切断,这使得缅军在物资和弹药的补给上陷入困境。 果敢同盟军在这一方向的成功,也为他们在未来的战斗中提供了更多的战略优势,木解的夺取,将为果敢同盟军带来财政和物资上的丰厚收益,为未来的战争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。 果敢同盟军在战略上已经占据了优势,尤其是在四面佛山上取得至高点之后,这一战略位置使得果敢同盟军能够对缅军司令部实施有效打击。 缅军若不能有效反击,其在老街的据点恐将不保。 与此同时,果敢同盟军的友军在其他战场上也取得了显著进展,德昂民族军经过连日战斗,已经成功夺取南桑镇的重要据点,大大削弱了缅军的战斗力。 自从行动开始以来,果敢同盟军的另一友军若开军也在若开帮和亲帮取得了显著进展,成功控制了多个重要军事据点和警察局。 整体来看,缅北的战局正逐渐倾斜于果敢同盟军,一旦老街和木姐被完全控制,果敢同盟军将在缅北地区成为不容小觑的力量,这场冲突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对抗。 更是地区治理和控制的角逐,果敢同盟军的行动不仅有助于清除犯罪分子,还可能为这一地区带来更长远的稳定和治理。 战争的胜负往往伴随着无尽的复杂性,除了军事层面的胜利,果敢同盟军在政治上的努力也不能忽视,十大通缉犯的抓捕成为了政治争夺的一个关键环节,而这其中又牵扯到了对缅北地区长治久安的渴望。 白索成,魏怀仁,刘正祥等十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的头目隐藏在老街,而缅甸军政府不会轻易将他们交出。 国敢同盟军的领导者彭德仁将军明确表示,要抓捕这十大通缉犯必须攻占老街,这一决策不仅是对犯罪的打击,更是为了缅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。 在战争中,难民问题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,国敢同盟军任命的县长周文俊和副主任查德安积极投入难民工作,为难民提供粮食和有序疏散,战争给人们带来了痛苦,而对难民的关切和援助将是战后重建中的一项重要工作。 整个缅北战局的发展既让人为国敢同盟军的胜利喝彩,也引发了对战争和冲突的深刻思考。 白旗车队的现象呼应着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压力,而难民问题更是在战争中显得尤为突出。 战争的结束将是一个政治、军事和人道的考验,各方需要共同努力,寻求一个符合各族人民利益的解决方案。 绵北地区的未来既关乎战胜者的治理能力,也关系到国际社会对于和平的支持。 在这场战争与和平的交汇中,人们对于国敢同盟军的胜利表示祝贺,同时也呼吁各方共同努力,为这片受战争创伤的土地带来一个更加稳定和繁荣的未来。